驾驶者在没有明显标志的情况下想掉头 可能就会想能不能掉头啊 要从哪里掉头 在有禁止掉头标识的地方没看到就掉头了 在这种情况就没有人能帮你了 只能等着被罚款 在斑马线内千万不能掉头 因为它本身就是表示禁止 但是要掉头可以在斑马线的里外两侧 还有就是在有禁止左转的标识处 也不能左转也不能掉头 如果在左侧车道内只有直行箭头 也是不能左转和掉头的 所以掉头一定要注意位置 如果在斑马线里想要掉头 如果中心线是虚线 就算是红灯也可以掉头 一定要看好停止线 它是决定你有没有闯红灯的标准 但是要是实线 并且停止线和斑马线中间还有相当的距离 加上在这距离中 中心线没有线或者是虚线 就要在斑马线下掉头 但是一定要看灯 如果左转向灯亮了 就可以越线掉头 其实中央的路口通常执行车道 和左转车道中间是有相应距离的 要是在斑马线外侧掉头 看到的停止线的前面是斑马线 而车道中心线是黄色石线 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掉头的 可是绿灯如果亮了 这是可以越过停止线斑马线进行掉头 还有一个就是黄色的网格区域也是可以掉头的 但是不能停车 一定要注意要遵守交规